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求他們的那個值 求下面各對數的值 那我把這個49 它底弄跟它一樣 這個49的話 等於多少呢 7的平方 那你要把它寫成根號7 根號7 7的話是根號7的平方 再平方 所以是根號7的四十分 所以是LOG 這是根號7 這7的 根號7的四十分 它底就一樣了 所以就等於四了 將來我們學那個換體公式的話 這可以怎麼算 這可以這樣算 LOG 7的二分之一 然後7是7的平方 然後呢 這個就頂多三了 LOG呢 7 二分之一的話 可以把它除在這裡 7的2 除以二分之一 那上面就四了 答案就四 等我們交到換體公式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LOG 二分之一 那現在8的話 等於多少 8的話是等於 2的3之方 那這個3的話 把它倒數以後 變成二分之一的 負3之方 所以這個是 二分之一的負3之方 所以是等於負3 所以我可以做到 有機器 的負3之方